李宗盛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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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港教育局 亦都在2002年的時候 其實是委託了好幾間的香港的打主院校 一起我們是設計了一個 香港學生的資訊素養架構 而這個架構裡面 其實是定定了 在這個資訊素養裡面 有八個方念的能力 我們就姑且叫它做百貝武藝 那這百貝武藝是怎樣去理解的呢 首先我們就不應該把它分為 八個割裂的能力 而是其中這八個能力 是在一個共通的解難 即是怎樣去面對新的問題 在解難的情況下 去出現的 我想大家都是加上了 你們多不多要幫小朋友 去帶他們做一些專題研習 要不要啊 有沒有人認識過啊 每個人都要是不是 對不對 那其實呢 專題研習 為何學校那麼緊張 或者教育局那麼虛熟 要希望學校做這件事呢 其實呢 就是希望去發展學生 那個解難的能力 但我們解難 其實我們怎樣去解決問題呢 那有新的問題 那我們當然有新的一些處理的方法 但是新的東西一定是建基於 教育的東西上面 對不對 那我們都需要找呢 還有我們需要有一個知識 沒有知識呢 沒有資訊呢 我們是很難去解決問題的 剛才說 就算我去找一個地方 去做採訪 沒有都要找資訊 是不是 那好了 那所以這八個方面呢 是怎樣的呢 我簡單這樣講一講 那譬如說定義 那可能第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一定知道 就是我們用search engine 對不對 那你怎樣去search呢 你用些甚麼的字 會去search下去呢 是嗎 那譬如說如果我要去某 譬如說想打一個地方 那你打一個地方 出來了很多東西的 那你怎樣知道 如果我想去找一個工具 那你怎樣去救救 那其實除了一個 一個就是那個 你怎樣定義的search term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還有一個呢 就是你怎樣去找 適當的網絡 適當的source 其實都是重要的 那 那你拿了 你去到之後 那其實那個獲取那個信息呢 那當然不是說就這樣 是懂得用電腦 那那跟他那個 那一般那個語文 啊理解的能力都很重要 另外一個呢 就是管理 管理性信息 我們找了一些 不同的信息回來之後 你怎樣把他們搜集好 整理好 那去幫到我們 去解決我們的問題呢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整合 就是說我們怎樣把不同的信息 譬如說我們怎樣去組織 有些信息可能是用一個圖 可以做得好 有些可能用一個表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那這些呢 都是一個我們需要呢 其實需要適當的工具 以及適當的能力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好啦 我們走去搜集 找出很多不同的網址 其實大家都試過的了 你把搜集進去 出來了 分分鐘成百萬個 那即是多少 即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不會看到一百萬個 那你通常都是看頭幾個 其實你怎知道 你找出來的東西 合不合用呢 一個就是合不合用 另一個就是 那個可順度 譬如 這裡就是 有個題目 就是說 老師叫 有一個 功課 叫學生去 去做那個 九大行星 那九大行星呢 或者現在就是 八大行星 那究竟 我們怎樣 要找個圖 我們怎樣找到 那些資料呢 找回那些資料 那他找出來 就是 譬如說 有三個不同的網頁 你怎樣才可以判斷到 究竟這三個不同的網頁 哪個的資料可順一點呢 看不看得到那個網頁呢 是看得不清楚 是嗎 最左邊這個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blog來的 中間那個呢 是一個教育的網頁 是一個教育的網頁 最右邊呢 是一個.com的網頁 是嗎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大家呢 一看呢 有個家長已經在 咦 你們說 究竟哪一個 你會覺得比較可順呢 中間那個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作為家長呢 不是一個操作 可能我們操作電腦呢 沒有小朋友 那麼聰明 但是我們自己呢 因為比較成熟 那我們比較清楚呢 其實那些東西呢 其實這個可信度很重要 那一個就是那個網頁頁 那個來源 那一個就是譬如他的更新 或者譬如說 如果有人 他是想找一些 有關醫療那方面 甚至乎 我是覺得要減肥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呢 其實當然 你有很多商業的網站 是不是 因為你都不知道 是什麼東西的 source 那如果是我呢 那時候 我就一定 去找一些 有關醫學會 的一些 因為那個是比較權威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查 Wikipedia 因為你很多東西 你打下去 Wikipedia都有 那但是Wikipedia 可不可信啊 我都看Wikipedia 但是因為Wikipedia 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大家共同去創作的一個網站 那當然 整個那個想法 都是說 我們都是要 共同創造知識 那樣 但是那個 是未有一個的 很認真 有權威的配合 那所以呢 如果我去那些網站 我通常 我就會看一看他大量的看法 和我看一下他 下面有什麼網子 因為很多時候他可能 篩選了一些網子 那我就在那裏找一些 比較權威的網子 我繼續去看 所以評估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還有一個就是創建 他怎樣可以 利用到不同的工具 去用一個不同的媒體 將他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或者想法 表達到出來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交流 那當然 那很多不同的 通訊的方式 現在呢 我都省了很多的長途電話費 那其實呢 用長途電話呢 還沒有某一些的工具 那麼好 因為我還可以看到個人 對不對 那這個呢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你和人聊天 還有你從工作上 解難上 和其他人通過這些工具去做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我可能在座很多家長呢 都在工作上呢 所以用電郵 或者甚至其他的工具 那你怎樣去用呢 那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商業上 你要去做一些的宣傳 或者譬如 不同的一些的廣告 那你又怎樣去做呢 那其實這個呢 也有一個給小孩 他要想一下 如果譬如說 我學校 我有個project 或者怎樣 怎樣可以利用我 不同的媒體 去向 譬如說不同的人 去做一些宣傳呢 那這個都是一個 或者想的 那當然了 還有一個呢 就是 這個很重要 就是怎樣去使用 資訊的操守 那這個使用資訊和操守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那我覺得有兩個方面 一個呢 就是怎樣去保護自己 那譬如這兩個網站 就是 有一個就是 給小孩的 一個遊戲的網站 那小孩玩玩玩玩 玩得好幾乎呢 你差不多要升級了 那他就停一停 他就說 如果你要繼續玩呢 你就需要給自己的個人資料給我 你不給呢 那 我們都試過 這個我們給一個題目 給一些學員試的 那麼我們觀察到呢 就有幾類不同的反應的 有些呢 就是他很聰明 他不玩了 有些呢 他就很聰明 他就是假純性 那有些呢 就比較上是 是 相信一些的 那這裏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 無論是做家長 或者是勞資呢 其實都應該呢 跟學生說 那 還有一個呢 就是 你可以在網上 會不會去侵犯別人呢 那這個 還有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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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如說 你會不會亂去那些網站呢 我就不會的 因為呢 我怕呢 惹了些不知道什麼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你去別人的網站呢 那你分分鐘 別人種了些東西 到你自己的機器那裏 那你自己的機器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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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很多這些呢 其實都是需要呢 那我們等於我們要告訴小朋友 你出到街 你要怎樣保護自己 如果有個人說給你食物 或者有個人說帶你去那裏玩 你不應該去隨便信 那其實在網上呢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我們都需要呢 是跟那個小朋友呢 去講解 那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說回這個的話呢 那首先我們 所以其實不是說 就這樣我們能夠操作到那個電腦呢 就是說我們有資訊需要 其實那個操作能力 只不過是資訊需要一個很基礎 很小的部分 那要培養這方面呢 其實是需要空我學習的 那所以一個方面呢 就是學校那裏呢 是需要有一個配合 那特別是我們在那個學習環境那裏呢 其實是也都需要有所配合的 除了一個課程之外 那當然呢 老師其實是需要有培訓的 還有那個 那我們怎樣去評呢 也都有一個不同了 那我想我在那個介紹那裏呢 那個什麽法官武藝呢 那我很簡單地說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想呢 是要我們那兩位老師呢 是跟我們講一講呢 是怎樣呢 是培養小孩的資訊數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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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